大家好,我是阿欣 我的频道订阅人数终于突破 25万了 25万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数字 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婆在那聊天 我想全台湾的人口 大概也就2200万 2300万 就算2500万好了 大概平均每100个人 里面就有一个是我们的订阅者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要特别谢谢这25万位订阅者 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每一位好朋友 真的谢谢你 有大家我们的频道才能够这样欣欣向荣 也感谢每一位曾经在我影片下面留言的好朋友 我的频道里面啊 我每次都说 最有价值的不是我和我老婆这两个活宝 其实最有价值的是 每一部影片下面 愿意热情无私分享自己想法和经验的好朋友 这才是真正频道里面的无价之宝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的频道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素质 不过今天啊我老婆她去教游泳了 我就想趁这个时间啊 回答一下 这个影片下面最近大家常常留言的问题 也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频道接下来的走向 我们年初立了一些目标 现在到底执行的状况是如何 一开始先回答大家问题吧 我最近路上遇到几个好朋友啊 他居然这样跟我说 张鑫啊 哇兄弟你好命啊 我说对啊对啊对啊 你女儿长得漂亮又会做菜 我说我没女儿 我什么时候生女儿 我只有两个儿子 他哪有 我看过一次两次影片 那个玉如姐啊 长得又漂亮 身材又好 又会做菜啊 老哥你真有口福啊 我跟她说啊 你有什么话 所以我想在那边先跟大家再次沉浸一下 玉如姐是货真价实 我老婆啊 我们两个幼稚园就是同班同学 我们两个读的是平正这个地方的盛兴幼稚园 因为这个盛兴幼稚园那个时候就在三个眷村当中 中贞村贸易七村还有中正一村 有的还有池光六村的会一起来这边读 我们那时候读的就是盛兴幼稚园 后来被改名叫做盛德幼稚园 就是现在那个中生村里面的异域故事馆 那个异域故事馆就是我们幼稚园的教室 我们两个幼稚园就同班同学 毕业之后就一起升到中贞国小 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分班的 早期啊 他的班数没有那么多 一个年级大概13个班吧 我们是这么分班的是 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德智 体群 育 乐 寿 康 我们是13班 如果记得没错是育班 就体育的育班 后来因为班数多了编不下去了 才改成一班 二班 三班 四班 我们就是13班 我们在那个中生国小13班啊 也一起念了6年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同班了9年 他真的是我老婆 不是我女儿 大家不要那个 看他长得漂亮或者是可爱讲话温柔 就昧着良心说话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韵如姐的年纪还比我大一点 今天她不在 咱们才可以这样讲话 她还比我大好几个月呢 我只是看起来比她老一点点而已 好不好 请大家不要再伤我的心了 这是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二个问题 最近很多好朋友都希望我上字幕啊 因为有些好朋友的听力可能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她 那个我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 所以听起来有点吃力 但是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上字幕 之前我曾经有去问过几个好朋友 上一部片子字幕要多少钱 他说一部片子如果要上中文字幕 加叫稿 通通弄好的话 需要两天的时间 然后要好几千块钱 我想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支出 大多数朋友都知道我已经退休了嘛 没有收入没有关系 但是要在我花钱去支持这个兴趣或做影片 那小弟我真的 一方面我也小气 再一方面我节俭 再来我真的没有收入 没办法去多支付这些费用 那有人问你片子不是有赚钱吗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的频道经营了两年多来 我们大概做了20个月 我现在也上了700多只片子 分享了600多道菜 一部片子啊 大概平均一千次点阅 会有一美金的平台分论 也就是YouTube会分一美金给我 如果是一万次的话 一万次点阅啊 大家看了一万次 你看下面就知道了 一万次点阅 大概就会分十美金给我 十美金就是300多块钱台币吧 如果有两万次点阅 就600块钱 我平均频道啊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700多只片子 平均下来 我的影片 大概一支影片 就是有四万次左右的点阅 四万次就是40块钱美金 也就是1200块钱台币 平均哦 当然高高低低都有嘛 可是他分给我一千多块钱 如果我再拿两三千块钱出去做个字幕 那我不是每一支影片要倒赔个一两千块 如果我一天上一支片子 那我一个月不叫赔个一两万块 这个啊 小弟实在没有办法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不算钱成 但是赔钱 这生意咱不能做 第二个有人说那你干嘛自己上 也跟各位诚实报告 第一个我眼睛不行 我曾经试过上字幕几部片子 因为我讲话又快字又多 而且我的字又是比较艰深的 它那个语音自动辨识系统 大多数又变不下来 第二个我是个性龟毛 看到错字我又忍受不了 所以一个一个字下去照证 我拍一支片子跟我两个 老婆两个就做一道菜 因为我们也没错误的空间 我们就准备那么一个食材 做错了 那今天就没片子了 所以基本上也不大会做错 我们拍一部片子 最多最多就是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如果要上个字幕家教稿啊 我试过几次 我要花三个小时 做完我眼睛流眼泪 我都受不了 所以第一个要出去外包赔钱 这个小弟没办法做 这个我小气没办法 真不好意思 第二个如果叫我自己去上字幕 一天花三个小时来上字幕 而且搞到自己眼睛不舒服 也跟各位报告 我也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所以真的要跟那些听力不好 或者是上班上课 想要偷看影片的好朋友 说一声不好意思 这个在可见的未来 如果没有什么软体 可以应付这个玩意儿的话 我可能还是不会 不会上字幕的 跟大家说一声 实在实在不好意思啊 第三个 很多好朋友问我 最近有没有业配啊 要不要做团购啊 是不是要来卖个东西啊 跟各位报告 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接任何的业配 但是我有在谈 有计划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碰到 我们觉得 可以让我们心动的产品 当然很多人说我老古板 说这个是不对的 也有一些那个做YouTube和做自媒体的前辈跟我说 不行你就是偶尔要推点东西出来 这样子可以有互动 会比较好 可是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有在接触 但是还没有开始做 如果有开始的话 一定会跟大家做报告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年初的时候啊 说过我们的频道可能会有几个走向的改变 也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状况 第一个 嗯 我们说过 我们的频道啊 800探店 我们希望能够把钱是不是增加一点 或者是改变一个形式 就是 专吃老板的拿手菜 我们到一个餐厅里面就请老板上三道拿手菜 不管价钱怎么样 反正也跪不到哪里去 就上三道菜 这个我们曾经想了也计划 但目前还没有执行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好朋友 他还是期望看到 比较平时价格的饮食 看看800块钱大家都负担得起 尤其在这个通货膨胀的年代 能够吃到什么东西 或许大家如果有空或者顺路经过 也能够去吃一下 不管好吃不好吃 口味合不合 至少不伤本 800块钱 大家都还能两三个人负担得起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 这个800块钱探店的这个形式 但是我们有突破了几次 去吃到饱的啦 或到台北吃一个烧肉 我觉得反应也不错 我们会慢慢调整这个方向 也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说我的频道要做一次直播 其实这是去年的愿望 就到了去年年底没做成 就把这个愿望移到今年来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做成 这个实在是小弟自己执行力不够 几率不好 但是我一定会在年底之前想办法做一次直播 到时候会跟大家通知大家 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可能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大家一起在网络上聊聊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 但让我找一下主题 再安排一下下 第三个事情 我们说我从来结婚到现在没带我老婆出国过 甚至我们的那个结婚的蜜月旅行都是跟我老婆 他们那时候婚纱公司的员工旅游 我就多付了一份钱跟他一起 跟大家一起到日本玩 就是我们的员工旅游了 结了婚之后也真亏待老婆了 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出国过 今年希望能够出国一次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方向叫做一支铁锅走天涯 我们希望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带着一支铁锅 就地采买当地的特色食材 然后我们在那里做一道菜 看看口味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另外就是到了某个地方之后 有没有能够找到我们频道里面的好朋友 他愿意帮我们说一下当地的风俗 然后介绍一道当地特色的菜肴 或者是说说他们家的家常菜 做一道菜在网络上面分享 我觉得这两个 跟我们当初想的都有一点点落差 不容易执行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买当地的食材 其实台湾不大 我们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 有时候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市场看看 我们发现 卖的东西其实差不多 所以要找特色食材 我们去那做到菜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在年初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很多老朋友 我曾经征集过 有没有好朋友 愿意到我们的频道上分享一道菜 我们可以到你家去 或到你附近去 有个故事 做个家常菜 在网络上面分享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 但是我想 愿意像我和我老婆 一个这么多话 一个这么爱做菜 又愿意分享的 其实不多 大家还是比较 希望在幕后 为自己家人做到菜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不容易找到 所以这两个 我们一直在进行 但是到现在为止 好像有点困难 我最后讲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希望带我老婆出国 第二个就是 能够一只铁锅走天涯 我希望把这两个东西 能够在下半年的时候 结合一下 我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如果可以到大陆去 语言沟通又顺利 又是回到老家 然后吃的饮食习惯 又不会相距太远 又能够找到一些 我们频道里面的好朋友的话 然后再来 那个地方跟台湾距离有点远 它能够采买的食材 和饮食习惯又有点特色 我想这两个就能够 很巧妙的结合 一方面带着我老婆出国去 或者是到内地去走走 这是第一个愿望 第二个 能够带着铁锅 一方面我们做的菜 我想他们也喜欢吃 如果他们愿意分享一道菜 我们在台湾也容易复制 我说这个样子 它就能够巧妙的 把这两个东西都结合 这个东西 其实我现在一直在计划的事情 现在啊 第一个我爸爸的身体稳定下来了 还逐渐变好 94岁了 虽然说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父母在不远游 这个我们可能要破个例 但是游必有方 这一定做到 一定让我爸知道 安排好 再来就是 我们家不是有一个印尼好朋友 阿威吗 他在我们家也大概两个多月了 现在整个状况稳定下来 我爸的健康状况稳定下来了 阿威的照顾状况也稳定下来了 再来也安排好 我弟弟 等我们出国的时候 也跟他讲好了 他就来我们家住一阵子 就那几天吧 三五天五六天 能够照顾我爸爸 然后小孩子也在家 能够一起照顾一下 我觉得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也会积极计划这个事 目前我们规划的就是 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两个想要回山东一趟 想要到山东的厨师学校 再进修一下 能不能学点不一样的东西回来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再一方面也回我老婆的老家 再去重温一下 山东那个热情的城市 也再吃一吃 那个乳 起乳大地上不一样的小吃 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成型 希望能够背着一只铁锅 到山东去 做做台湾菜 眷村菜 也希望有山东的好朋友 能够到我们的频道上面来 做做菜 分享一下 山东不一样的料理手法 或者是特色的面食 当然我们也会带着镜头 一起跟大家到山东去 看看夜市 看看传统市场 跟我们想象的到底 一样不一样 好嘞 特别特别开心了 我的那个 订阅人数超过25万了 我们试试看 给自己一个目标 在年底之前 看看有没有办法突破30万 如果能突破30万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 比较大的特别节目 那个时候再帮我老婆请出来 我们一起聊聊天 或者是开个直播 来做这一次 30万人的Q&A 好嘞 话又说多了 很多好朋友都说 我的频道里面就我话最多 浪费时间 废话一堆 我要在这边跟大家 郑重的说声不好意思 小弟的频道啊 真的叫做张心漫谈 我做这个频道 大家都知道 一方面是留下做菜的记录 再一方面 我就爱说话嘛 我平常就是做培训出身的嘛 退休了 我要找到一个让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啊 另外我读了这么多东西 我过去有累积了这么多经验 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 分享给大家 大家在现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面 我知道你想学做菜就是目的性很强 就希望两三分钟就把这个菜看完 然后就去做了 可是啊 有的时候把自己的脚步稍微放慢一下 美食文化美食文化 美食还是要加上文化 才能够激发出属于它的农村香嘛 边做边聊边聊边吃 才能够兜拢一个家庭的感情 你说是吗 不然我现在看到好多家庭里面 吃饭的时候 大人小孩其实都不在一起吃了 各自吃各自的 偶尔在一起吃饭 每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在那按 到底是跟谁吃饭 不知道 吃了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这样会让做菜的人很伤心的 他花了好多时间去采购 去思考要做什么菜 结果大家稀里呼噜两三下 吃完了看着手机 然后各自回房间 这样子的一顿饭 其实没有兜拢太多 亲子或者是家庭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呢 如果我提供了一些小故事 或者是一些小典故 能够增加一些夫妻在料理时候 边做边聊的话题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多了一些聊天 谈天说地的可能性 我觉得他就真的是功德一见了 毕竟每一道菜背后 都有做菜人的苦心 每一道菜的背后 也都有他的历史典故 把这些东西兜兜起来 我觉得他也是一件美事 不是吗 好嘞话又多了 可能又有人讨厌了 不过不多说 特别谢谢这25万数字 每一个数字背后的 每一位好朋友 风风雨雨 我们也走了20个月 我每一天出一只片子 累积到现在也有762只片子 600多道菜了 真的特别开心 再次在这边代表我 和玉如姐 跟所有好朋友说一声 谢谢你 祝大家天天开心 天天都有新件事 张心漫谈 咱们明天见 拜拜